年前27歲的籃籃連續三年接任樂天啦啦隊長 還在今年晉升總隊長並且跨足演藝圈 手上位有三個節目的主持棒 演藝成績相當亮眼 她說從國中就有新夢 但坦言加入啦啦隊卻是個意外 在獲選之後還一度因為要兼顧工作跟學業 南北奔波 同時間媽媽還生了大病 身心俱疲一下還曾經想過放棄的念頭 動作都放到最大 笑容笑到最燦爛 拍攝這天剛好太陽熱蠟 藍藍活力值依舊滿點 用盡全身力氣為球隊姻緣 熱情瞬間感染球迷 並且在累都不忘擺出各種pose 與大家互動 可別以為藍藍仰仗天生可愛就好 能夠一秒完美切換表情與動作 都是努力練習的成果 她一個人都是用那種非常專業級的 相機在拍你 那如果你不太會擺動作的話 其實大家就不會拍你了 這其實是非常現實的 所以就自己在這樣練習 然後上網看最近流行什麼pose 然後你就先一場球賽 先記個差不多五個 然後就五個一直輪流 一直輪流五個 五個這樣 就照片就會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多好看的pose 加入啦啦隊 其實對藍藍來說是個意外 她從國中開始就有新夢 還先寄影片到韓國娛樂公司自建 夢想能出道當女團 直到大學讀表演藝術系 仍不斷申選各大演藝公司 但通通沒有下文 心潰意冷的她 一度考慮改作昏故 沒想到大三那年 終於過了一個海選 卻在入選後才發現是真棒球啦啦隊 像這頭都洗一半了就比完吧 結果總決賽 跳Michael Jackson的舞蹈 一舉奪冠 我覺得真的是緣分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大學演的戲 就叫Michael Jackson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戲就是 我們所有Michael的舞我們都要選 那我來個模仿Michael Jackson 好像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情 那我們那時候這個甄選有一個現場投票 一票都沒有 然後在上面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小摩 他們都是很多很多票表演完 Michael這段表演之後 然後我再回去看這一個版本 我的格子被貼滿 我就覺得 哇 我這件事情真的是我做對了 有表演實力又有創意 籃籃終於被看到 可以在心裡告訴自己 一定要更認真做這份工作 只是雖然從小就學芭蕾 民俗舞蹈 對跳舞熱愛也熟悉 但進入啦啦隊後 面對上百首的應援舞要練 還要兼顧學校的舞台劇舞學業 一南一北不斷奔波 同時間媽媽生了大病 一下子蠟燭三頭燒的籃籃 在身心聚皮下 坦言曾動年放棄 所以我爸爸我記得我在高鐵站 在窗口跟他拜拜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不敢看他 因為我就是眼淚一直想要流下來 然後我就是不敢讓他看到我在哭 因為我覺得 也不想要造成家人有壓力 說好像我在台北工作是不順利的 然後我想要讓他們知道 其實我也可以獨立 然後我是直到車子開始開了之後 然後確定他已經離開我的視線 他看不到我之後 我就整個大愧疾 就是回去工作的路上 我就是一直哭 一直哭 現在想起來還是忍不住情緒 蘭蘭說因為這段記憶 磕在他靈魂深處 在發生加變之後 也讓他一夜長大 我想要出去獨立 然後我覺得我想要換我來 照顧我的家人 應該是這個原因 所以讓我堅持到現在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還好那時候我們的老闆是寫資格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跟我說 我知道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我們身為藝人 你身為一個啦啦隊 你的工作就是帶給別人歡樂 你可以難過 但是千萬不要表現出來 這件事情我記得到現在 才二十幾歲已經有深深體會 索性家人狀況好轉 也逐漸適應工作節奏 在奮力挺過低潮後 藍藍翻開了精彩一夜 不但是全球第一位 在中華職棒 韓國職棒 以及美國大聯盟 都擔任過開球嘉賓 還連續三年接任啦啦隊長 跟在今年晉升總隊長 管理整個團隊 好 除了在球場發光 甜美外型 以及零藕包的個性 也讓藍藍成功跨足演藝圈 手上握有三個節目主持棒 其中在綜藝大集合很拼感玩 還入圍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 有時候會太用力想要做好 有時候也容易受傷 那段時間真的是還滿拼的 就想要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節目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服務鄉親這個東西 是我在瓜哥身上學到最多的 我每次去錄大集的時候 每個阿公阿嬤都 藍藍喔 我怎麼在看你呢 我怎麼在超可愛 然後我就很開心跟他們聊天 我就去把他們當成我的阿公阿嬤 流行服飾 所以 流行舞蹈 有體力考驗 也有腦力激盪 加入天才沖沖沖主持群 在聰明代表徐凱希 以及天生充滿效果的張文綺旁邊 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讓籃籃一度徬徨 外景我可以靠遊戲 可以靠體力去支撐我整個效果 或記憶點 沖沖沖真的就是 完全就是靠你的腦力跟反應力 其實我們剛進這個節目的時候 公司發給了我們的國語詞點 還有那個成語詞點 然後把自己的腦中的那個 腦容量可以擴到最大 現在有稍微的找到方向了 我覺得我就屬於 膠皮活潑的一個角色 偶爾會有點小聰明 既然不同的主持工作都全力以赴 籃籃回想剛開始 也曾找不到綜藝節奏 共同主持綜藝新時代的浩子 還對他頻頻搖頭 幸好他沒有害怕 不停從錯誤中嘗試 終於有天歪景大火相約看流星許願 浩子這樣對他說 浩哥就問我說 你剛剛許什麼願望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想成為跟你一樣厲害的主持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現在已經是了 然後我就覺得 好感人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戒... 我不知道他戒不戒 我覺得他一定忘記了 但是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肯定 那很多粉絲我在問答裡面 打了非常長的一串的話給我 看一看都會看到掉眼淚 因為我覺得 哇 原來我不知不覺 也成為了別人的支柱了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非常幸福的 綜藝節奏雖然要學 但綜藝魂 似乎早就存在籃籃體內 那天他明明可可愛愛 拍攝品牌的形象廣告 卻的造型做到一半時 忍不住分享 我大學的時候都演一些 頭腦稍壞的角色 然後我都沒有開始 然後當然都跟我說 你在後面想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因為我的設定就是一個 女人 看看藍藍對鏡頭搖頭晃腦的樣子 實在可愛又逗趣 自己都直呼當時的導演是 慧眼是英雄 不過他出道至今 並沒有忘懷演員夢 人其許哪天 有劇組願意給機會 讓他嘗試搖身 苦情侶或失戀女子 但也笑說 現實生活的感情路 倒希望就別再停滯了 等待遇到看他一樣 愛毛小孩也愛小孩的人